大家好 我是阿羊 刚刚王总给我们打电话 说要来我们这里玩 还有8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爸爸在这里玩 什么在这里玩 好好好 王总马上到了 王总来到这边了 这个小车 买这么多东西 你来都来呗 还哪里的东西在哪里 看来你罚载了 半年多没摘面了 对 装了你大了 走吧 上我来 笑来笑来笑来 你刮了护子他不强 对 我和王总我们两个弄点吃的 让王总点菜 王总只点了两个 两个人 你老婆又不出来 对 我老婆吃他们那边的饭 坐着买啥 对 这个是 猪耳朵 凉拌莲菜 偶片 咱们中国人还是吃咱们中国的7个 对 其实说实话 他也是一样 他 现在我老婆 咱们这杯的饭多少 还吃一点 你跟你跟你讲 这个人他从小 这个胃过 他已经习惯了 一辈子敢变面 对 这是真的 一辈子敢变面 不管怎么吃 他还是想吃他们的 我在巴基团四年 吃了四年巴基团饭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 只要不吃我一直都不想 对不对 我也不想 啊 还是觉得咱们中国菜 对 好吃 还有牛肉面呢 王总不能喝酒 我也不喝酒 我们两个每人喝一瓶饮料 王总走了 我们两个吃完饭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 因为王总那边他们家里面还有工人在干活 我呢 现在马上也准备开始 去田地里面出花生了 因为今天中午没有去 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 水特别多 那花生花生羊上面 然后我妈说中午没有办法去出花生 只有等到下午了 因为中午出太阳了 不要拍了 这是什么 这是啥 这是什么 啊 月饼 我老婆正在给我女儿运她的孝福 她的孝福比较大 太大了 给她洗了 我老婆说运一下 运一下明天她去上学的时候 就让她穿上去上学 嗯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那上面摘有东西 哎 掉了 掉了捡起来 天气还是有点热 看我的衣服 全部湿了前面 热的 王总从我们家 走了之后 然后我就到家 不到五分钟我就出来了 就跑到地里面来了 这个花生差不多 明天能搞完 明天搞过也剩不了多少了 这么多了 搞的 后面 好那边 那边还有三趟 三个格子 那三个格子一搞 搞完都没有了 然后就是把这个花生准备在这边晒着 晒个几天 只要不下雨晒几天 用那个叉子翻一下就行了 就直接可以用那个 收花生的机子直接把它收了 直接打成花生 这花生秧直接都打碎了 人家就拉走了 人家花生秧拉走 人家当饲料卖掉了 喂牛啊喂羊啊 我们这个 只要是自己 呃 刨出来的花生 然后收这个花生 人家的机器收不要钱 就是把这个花生的这个秧子给人家 人家靠这个花生的这个秧子赚钱 如果如果说 是我们自己收 自己刨 我们这个花生秧也没地方处理 因为现在和之前不一样啊 之前烧地锅 现在很少烧地锅了 现在已经八点了 我女儿刷牙赶紧送她去上学 哎呀刷舌头呢 赶紧刷快一点 快刷完咱们赶紧走 走完了就不行了 刷好了没 好了 行 我老婆在这里剥大蒜呢 看剥了这么多了 我刚刚从我妈妈家里面 拉了一个大蒜 因为 这个花生已经搞完了 所以要 开始剥大蒜 把这个大蒜剥了 种大蒜了过两天 这两天还要收玉米 从那个玉米那个杆子上面收下来 安吉拉总是捣乱 安吉拉刚才在这里 把这个蒜生的到处都是 你干啥呢 啊你干啥呢 这个蒜心被安吉拉倒在地上了 蒜心和那个小半蒜原本是分开的 这两个箱子 被安吉拉结果混在一起了 这个是 这个这里面是坏的 这个是中等的 这里面是大的 大号的 也被安吉拉掺杂了 中等号的 哎 走走走 我刚刚出去了 我一回来我问我老婆怎么大小不均匀呢 我老婆说被安吉拉掺杂的了 我老婆在教我女儿写字呢 看 这上面给她点的那个小点 然后让安吉拉按照这上面描写 2 3 4 1 2 3 4 4 其实说实话啊 上一次就是有人过评论 说我换车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看到我去那个看车 其实我在这边解释一下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商丘 我丈母娘她就是说想在商丘住一晚上 我们在商丘住一晚上去那个超市玩的时候 那是我老婆看到那个 华为手机店啊体验店看到那里面有那个车 我老婆就稀奇说手机店怎么会有车呢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我一过去我老婆 就拍了两张那个照片还有那个 记录了一下她的生活 然后那个销售人员就跟我讲了一下 她说这是什么车什么车 它是华为生产的车 她跟我说这样一讲 然后就是有人拍截图下来了 说我穷的只剩下钱去买车了 其实那个车并没有买 我们只是去感觉好奇 因为我出国的时候啊 就是咱们中国还没有普遍这个新能源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 我就多问了一下 呃那个新能源车 然后就这样人家就评论说我买车呀怎么怎么样 其实也有可能是当时我解释的不够清楚啊 其实我们现在有车 没有就是打算换车的这个 呃这个事情啊 没有打算换车 再一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车现在开着好好的 根本就没怎么开 都已经好几年了 刚跑了一万多公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车 其实之前我不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放到我姐家了 我姐夫他也没怎么开 我姐也没怎么开 一直在那边放着 就是偶尔让他想一下那个车 因为如果说不经常让他想一下的话 那个车那个电瓶会出现问题 在上秋那个车我只是好奇的看一下 不打算买 因为那个车我也买不起 太贵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抽沙羊 谢谢大家